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来个小小的例子给大家 就是我们要使用生命周期函数 使用什么呢 假设现在我们要设计一个定时器 不断的更新这个text里面的一个时间 就是我们想把它的秒啊 time更新出来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在这里做个简单的东西 首先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state对不对 因为我们任何的属性都要放在这个state里面 然后time为new date 然后我们根据state来渲染这个页面 p this.state.time.get seconds 好吧 获取秒 那么我们要做效果什么 是一个时钟的效果 就是它会随着这个秒不断的更新 我们要实现这个效果 那大家有开发经验应该知道 少不了定时器对不对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定时器应该在什么时候安装呢 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啊 比如说我们在现在设置一个函数叫tick 它要做一个事情 sat state sat state什么呢 time为new date 那我们应该在哪儿设置定时器呢 你可能觉得啊 我在开始jot里面设置定时器就可以了 在interval 对不对 我在这个初始化的时候 直接设置一个定时器 写一个简单函数 this.tick 对吧 然后呢一秒钟更新一次 对不对 ok我们看这个现在有没有问题啊 3738 它确实在不断更新 然后生命周期函数也不断在走 对不对 会不断不断走这个组件 是否应该更新 将要更新啊 lender然后已经更新完毕 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事情 我们在app里面 确换test的渲染 让test的消失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报了一个警告 虽然不是报错啊 报了一个警告什么呢 告诉你 你的组件已经没有了 但是定时器还没有被取消掉 那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了 哎 这不符合咱们的定理 因为咱们组件删除之后 对吧 应当怎么样 把定时器给回收掉 而且我们这定时器设置的时候 应该在哪设置呢 应该在component view mode里面设置 为什么在这里设置呢 因为我们要想生命周期的一个问题啊 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构造函数是会经历的 但是构造函数经历完之后 然后下一步呢 要经历这个component view mode 那么你可能说 为什么不写在construct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把这改为false 只是我们一开始不去渲染这test组件 在app里面 那我们看他现在生命周期函数是怎么样的 没有经历和生命周期函数段 然后我们切换construct将要加载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最适合的一个地方啊 是放在这个view mode里面 告诉你哎 组件将要加载了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时候 用于干嘛呢 用于去设置这个定时器 好了 那么我们为了后面删除啊 我们设置一个time id 定时器 id等于它 大家应该都会这个清除定时器的一些问题 在这里呢 我们设置了一个定时器 一旦我们开始渲染这个test 它将会执行这component view mode这个方法 然后呢 调用set interval 去设置定时器 然后呢我们同时把它的id保存下来 方便我们后面删除 那么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删除这个定时器呢 我们想一下 当我们切换test的渲染 就把它让它消失的时候 它会调用一个唯一的一个生命周期函数是 component view mode on mode component view on mode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去卸载这个组件了 view on mode 在这里怎么删除呢 clear interval this.time idea 那么现在看一下还有没有那个警告 缺乱渲染 对吧 定时器不断更新 不断的set data 然后呢我们再缺乱渲染 发现没有报任何警告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组件卸载的时候 把这个定时器给清除掉了 那这里呢我们发现啊 因为这component view mode 跟constrata 两个函数 生命周期几乎是会同时出现了 对吧 所以呢这个set interval放在哪 其实差别不太大 但一般来说呢 我们在constrata里面 只做这个state的初始化 就是说不会再做别的事情 那么一般来说 会在view mode里面做一点别的事情 比如说在这里咱们设置定时器 那么生命周期还是有什么用呢 这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组件的生命周期 然后呢配合这个生命周期来创建这个组件 那比如说我们在实际开发的时候 会经常用阿甲克斯对吧 去请求这服务端的数据 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了 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发起 阿甲克斯请求请求数据呢 在哪个生命周期 ok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当然呢我可以先告诉你答案 答案就是在你component view mode的时候 去抓取这个更新 或者说在这个update里面 对吧component view update里面 去抓取这个更新 为什么因为你想要知道对吧 想要知道这个组件更新之后 是否要获取新数据 或者说加假的时候 是否要获取新数据 得看实际开发需求了 但是具体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现在我们探索的生命周期 后面我们还有一些生命周期 更加深入的一些问题 需要去讲解 现在这个阶段 只要了解生命周期的一个含义 以及把这个定时器的例子 稍微写一下就可以了 整理完生命周期函数之后 现在我们要对之前的一些 特殊的生命周期函数 进行一些总结 以及呢关于这个定时器 到底是在constructor里面初始化 还是在component view mode里面 初始化的这部分一个问题 我们需要解决一下 那一般来说 我们会在这里初始化 为什么呢 接下来你就知道了 首先我们先整理这个 component update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比较特别的是 这整个组件会根据 它旅选的一个结果来决定 往后的走向 那么以我们这里 截取出的生命周期函数为例 如果副组件更新 或者说它主动更新 sets data主动更新 这两种更新方式 都会导致这个组件 产生一个update行为 那么产生update行为之后 无论是lander还是sets data 都会经过这个 soot component update 这个方法的一个判断 它判断会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true 一种是false 对吧 一个true一个false 那么如果返回的是true 那么它将会确定说 这个组件是需要更新的 那么我们继续往后执行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那如果你拟了false 那么生命周期函数就结束了 就不能再继续执行了 好 我们可以来举 我们可以来举个例子 就刚才我们那个小例子 现在我们test渲染之后 这定时期会不断的更新 对不对 然后每次更新的时候 我们去观察生命周期函数 这是一个生命周期 是否应当更新 将要更新 更新完毕 对吧 这是一个生命周期 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个判断 那么我们尝试return一个false returnfalse 那么后面还会不会更新呢 我们来做个小小的试验 sootcomponentupdate 这是一个方法 组件是否更新的方法 return一个false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切换test的渲染 那么test呢 会不断不断的去调用 这个sootcomponentupdate 然后呢 每次调用 发现返回的结果都是false 那么就告诉它 组件是不需要更新的 往后的生命周期函数呢 都不会再继续执行了 而是会不断不断执行 这个sootcomponentupdate 这是生命周期一个小小的问题 决定了这组件是否要更新 当然呢 据说return以后将会移除 这么一个效果 但现在16.4的版本 还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 整理完sootcomponentupdate 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来看下一个 大家会比较关心的一点 是setinterval定时器 到底放在哪儿比较好 答案呢 肯定是放在componentviewmote里面 那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重要一点是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的一个参数 在这个return生命周期函数里面 会接收参数的有那么四个 第一个是componentviewreceivepropos 这个是在哪里使用的 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之前我给出了表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这个呢是在副组件更新的时候 确定说你将要receive接收参数 那么它会被传递进一个参数什么呢 这个叫nextpropos 下一个参数 就它会告诉你 副组件将要传给你的下一个参数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setcomponentupdate 这个是刚才我们刚刚整理完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是说这个组件是否应该更新 那么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它会给你传递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nextpropos nextstate 两个参数 对吧 那这两个参数分别有什么用呢 大家想一下propos是谁传给它的 对于一个组件来说 它的propos永远是它的副组件 对不对 传递给它的 state是谁传给它 state是它自己更新了自己的state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会接收这两个参数呢 大家想一下 我们的组件只有两种更新的可能 一种是副组件刷新的它 一种是它自己刷新的自己 如果是副组件更新的它 那么它nextpropos 将会有点不同 如果是自行更新的话 nextstate 会告诉你下一个状态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可以根据下一个参数 以及下一个状态来判断 当前我们的组件到底需不需要更新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小小的例子 componentupdate 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叫nextpropos 第二个叫nextstate 我们来consolelog一下 nextstate 来看一下nextstate是什么 它这个意思是下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组件将要接收的下一个参数是什么 好我们回到cloom里面 确换test渲染 那我们会看到 这里接收到参数呢 永远是下一秒 比如说我们现在截取一个 应该returnforce 不应该returnforce return true 保存一下 好切换渲染 好现在我们来保存一下 在刚才这里刷新之前 有眼块的东西可以看到 这里还是15 对吧 但这里呢变成了16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组件 将要接收到的参数是第16秒 那组件呢还停留在15秒 然后瞬间切换到了下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再切换到下一个生命周期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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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组件导致了组件的更新 那么在这里接收参数是 这个组件将要更新 对吧 会处罚了 soy component update 方法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截取一下 看一下下一刻 下一个瞬间的一个 下一个更新的状态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可以在里面进行判断 来处理 if next state 点time 点get seconds 怎么呢取余2 等于0 取余2等于0的话 那么我们允许更新 不然的话我们retend force 不允许更新 就说如果你是偶数的话 那么能更新 就说我们可以对下一个 获取下一个将要更新的状态 然后呢来确定我们组件到底要不要更新 好我们保存 那么现在我们的组件 看会有点点不同 41不更新 42更新 42不更新 43不更新 43不更新 444更新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在这里 是componentupdate里面 对吧 是componentupdate里面 它会不断的接收一个新的时间点 48 49 50 51 但选择哪些渲染呢 选择偶数的这些来渲染 基数这些呢就不渲染了 我们怎么实现的呢 是通过个 next state 去接收下一刻的参数 对吧 来确定我们这个组件到底要不要更新 然后下一个什么呢 是componentviewupdate componentviewupdate什么意思 将要更新 他也会接收下一个状态 对吧 下一个参数下一个状态 来告诉你 或者说你能获取到他 知道你将要处发一个什么样的更新 比如说你现在啊 网站有一堆列表 对不对 比如说这是拉取数据1 这是拉取一个数据2 拉取数据3 拉取数据4 那么当你点击onclick 切换的时候 你当然想知道当前你选择是状态几 然后呢我再根据你现在当前的状态 提前 假设这是渲染啊 render 在你render之前 拉取到这个数据 对吧 然后呢我再进行一个渲染 这个时候就能够说在渲染之前提前的知道这个结果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提前发起一些网络请求啊 设置定时器什么的 然后最后一个什么呢 最后一个是这个component update 就在你更新之后 你能获取之前的参数 之前的状态是什么 那你可能说哎 这里有个info参数什么东西呢 info参数是被另外一个函数 return的结果传到这来的 那这个呢我们先暂时不看 现在既然我们说这些生命周期函数对吧 都会或多或少的接受一些参数 那这参数主要的一些作用是什么呢 第一个component view reseat propos 主件将要接收参数 它的作用是获取更新状态 以响应 主件状态 把下一个propos 获取进来 然后呢设置到state里面去 来进行一个达到一个同步的一个效果 第二个是suit component update 主件是否更新 它的主要是根据下一个propos 和下一个state 决定主件是否要更新 因为我们是存在不用更新的情况的 再下一个component view update 将要更新 对不对 这个是在更新之前做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说定时器或者一些网络请求 ok最后呢component the update 就是说你在更新完之后 可以获取之前状态是什么 然后呢自己做什么 其实都可以 所以在这里呢没有明确的一个说明 好现在呢我们就是简单的 把这生命周期函数讲了一下 大家在写这个组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就是选择在什么 哪个生命周期函数勾子里面 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一般在view这里 这个view系列将要安装 将要更新 将要接收参数等等 这种view系列里面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提前的发起网络请求 或设置定时器 在这个组件被看见之前 那这样呢就是完美的利用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当然这个我们在后期的一些实战里面 才会真正的看到它的效果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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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